库莫张志玲10月27号晚上出席时尚杂志颁奖活动 荣获年度男士之称 日前她和老婆袁永仪出席了好友郭富城的50岁生日派对 张志玲表示送了一幅字画给郭天王当生日礼物 那个是我因为刚从葡萄山回来嘛 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10月初的时候去了葡萄山 那很荣幸能够碰到一个老河小 老河小已经94岁了 哇 我很难念94岁了 那我们都非常高兴 也觉得非常的好有他的题字 那因为10月底就是我的好朋友生日 所以我也为他请了一张字画回来 郭天王行年50 事业已经无可挑剔 唯一让人担心的是他的终身大事 跟熊带领分手后 一直都找不到另一半的他 在开完生日会后 在微博公开宣称自己要早点成家 至于如何实现则无从谈起 作为郭天王的多年好友 也是有家事的人 张志玲也表示 支持郭天王早日找到另一半 不过会否为郭天王介绍女朋友 张志玲就表示自己最怕当微博 当然 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 很自然成熟的一个过程 也很高兴看见他在各方面都非常完美 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